同样是一个打野位 其实赵姓和盲森几个传统流派的打野 在最近这个版本中 又可以上纲上线了 对 大棠这个选手的话 其实他也是一个英雄海招 还真是挺好奇 RV这个阵容 就是团战的一个画面 因为现在感觉有点不太能想象 是的 而且我还想来观察的一点 就是有没有换线的情况 那目前看来其实 大家都追随一个常规对线 就这种常规对线 在我们冬季赛的比赛当中 反倒看起来没有那么常规了 对 因为主要大家都在换线 就规避一个对线的问题 上一个版本没有改版之前的 这个峡谷咸风 那个撞塔的伤害才是真实啊 太真实了那个伤害 基本上一头撞下去 可以撞掉一个满血的塔 然后队友再随便补两发普攻 就可以抹掉了 放炮台了 要推一波 是 你想防守是吧 我五个人直接直接保炮台 吃雷中方撞起他们的两个人 但是雅索并没有招式接大 点火挂在对方奥恩的身上 火焰哥捡起来了 变身成为奥恩的样子 但是吃雷中风并没有招式出手 隔墙撞起对方再接着通关天林 打出大头闪现 闪现不来陪陈剑 二连破 Double Kill 万斯的这个火焰哥 这把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局 开张了 这一波两个人头拿 上路又打起来了 赵姓 一个五位冲锋直接挑对方的SMY 并且开启恩的大招 撞起SMY同时 赵姓 看货自然我都要 然后野区里面的野怪我也都要 好 RV战队 虽然说坐拥三合阵容 但还是想来接这一波自然团 抢身既光线探探落 真意重拳 配合上布朗 红尊弹朝骨的一番番 建模开启了大面一个Q3 直接斩上对方的SMY 那下头几人什么时候可以好呢 奥运个大招 直指对方的1S 但是加里奥要被卖掉 人头给到建模 赤雷重锋撞几方铁男 建模在这个312连 打出建峰击飞小伤的同时 但是队友好像没有丝毫的伤害 可以跟进了 但是防御塔的话可以推进一下 刚刚其实奥运这个羊的效果 就是撞的也比较一般 不然的话 其实这个人还能再留一下 不过问题不大 这波的目的是达到了 达到了这条火龙 不给对面有三龙龙魂的一个机会 有没有挑肥人员的奥温 也在往上路赶 大招什么叫 赤血冲锋 但是雅佐并没着急接打 先来处理在正面的狗头 风斩电刺 拿下狗头的人头 但是Barry这边还想再操作一下吗 可是装备还没有成型打出奥温 确实有些难以撼动他的地位 Barry靠过来 然后SMY一个英雄退场 直接走掉了 来咯 建模 再次开解自己的大面 狗头 他在人群当中穿梭 被雅佐龙旋风给吹了起来 但是建模 想先找对方的SMY打出家僚的闪现 但是后续这个狗头还没有阵亡 风斩电刺 又是可恶的造星将狗头手下 那这个大龙有没有说法呢 左边上足二人就全部倒地 哇 那这个大龙一旦同手让给KPG的话 其实这把游戏对于左边来说 会变得难上加难 狗头现在刚复活 应该是不敢过来看的 先接团 思路很清晰 风斩电刺再配合上 建模的1320将其掌握 这边来一个TP 来自于椰子 直接把对方给逼退 那这一波的话 其实对于RV来说 他们的 时间包括叶子 可是还是觉得 阿V这个阵容 整体的输出点都还没有起来 输出还差一些 打不动对面 想要开奥文吗 这并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赵兴跟三级人 直接找上对方 智慧中锋撞起两个 配合上亚索 狂风决西斩 上海购马 加利奥再次倒地 奥文跟杨二 撞起都那两个人 亚索跟了一个一闪 但是并没有追到对方的任何人员 但这一波KBG全员血量健康 但是对于他们的对手 RE而言 也仅仅只是阵亡了一个 护住这个大龙 真的不带看吗 依旧是拱手让给了KBG 而且刚刚 看一下这个大龙怎么防守 是的 小南这边 他是骑着这个霸龙 是的 而且他有一点 这个舞步有一点轻快 你看一直在原地打转 闪现过来 将直接拉对方的Sunflower 铁男轮回绝境 拉入给你一比一男人大战 但是精神完美地消耗掉了 铁男大作的时间 并且再次个二技能 把自己给扎远 再把对方给扎走 但是下方战场 加上一个英雄退场 守护出了自己的性命 但铁男已经被炸到个点收下了 这个霸王龙 暂时一个神龙白位 有没有 恶后书练输回来的同时 暂时刺死剑气 将其砍获 亚索在这个狂奋绝戏战 但是SMY残血所住 这KG也很能打呀 对呀 这两边打成一波零换三 而且这个无敌暴龙兽 还剩最后一丝丝血量 还要不要继续 能不能喷一下这个塔 团成技的职责呢 在两边如何来处理 远古龙登场 那这一波是必须要接了呀 三技能拉回对方的奥文 但还是那句话 不可能把轮回绝境 交给对方的一个辅助 但是远古巨龙 对方已经在动了 6000 5000 先开团 风斩电刺 配合上亚索狂奋绝戏战 等着先秒一个人 奥文叫扬的效果一般般啊 但是构头还是率先倒地 龙剑锋并没有追起任何的人 但杜朗护盾朝不得还不错 自己一个闪现 先行拉开身位 反而是陈旧剑舞的一波 WQ主宰在场 还想追 三强 雅索一个一闪现 还是收下对方的大堂 这样的话远古巨龙也不用打了 正面只剩下加利奥自己 中路的话是有兵线的 KBG五个人都在 只需要等兵线就可以一波 加利奥一个人 主要太无奈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推掉自己的主宝 让我们恭喜红色方的KBG战队 1比0 先下一程 KBG这场比赛 打的还是整体比较稳健的 其实没有犯太多的一个失误 在对面拿到了 裸出狗头这样的一个 没有什么太多开团的阵容的情况之下 他们比较稳扎稳打 而且在全团里面 太经典了 这个combo 八条加上皇子 就他们最经典的那套combo 就是代球进场 皇子这个332连进场之后 八条往你脑门上挂个球 再炫个大 然后效果 对 来吧 两边的第二小场的较量 好 这把貌似是有一个换线的举动 但是这个换线的动向 蓝色方的RV战队是没有办法捕捉的 这主要RV在手游当中 他刚刚入场时候的 这个兵线上线之前的准备时间 并没有端游来的这么的冲 但是小庄这边血量也不是很健康 闪线被动普通定住再是一勾 打出小张的闪线 闪换闪 下落的话 KG这边受欺负 上路小张日子也不好过 对 我看中单发条 有一点亏兵线 瑶绝帮助队友 一勾 先打对方 有闪的 天锋地裂盖出对方的闪线 还要再跃吗 三人的集结 但是下波兵线 小张很聪明 身位前顶 把兵线卡在塔前 不让兵线进塔 但是大堂这边是五级 五级打四级 下一个332连什么时候可以好 一个身法三级的再钻 泰坦被动普通定住 配合上卡莎的艾卡 下暴雨将其砍货 但是这个时候 这波直接瞪鼻子上脸 知道你有两个人 但我还是要打大堂 这边是有大招的 332连 但是被小的暴飞 为了给规避掉落地 还是被天锋地裂 框了一个满的 人头给到对方的卡莎 Sunflower 收获自己的第二颗 还登场 八条一技能 看到了CMW的位置 三技能 挑起对方的泰坦 但泰坦反手一勾 二技能给了几个护盾 自走炮台的进程 是被打断了 342连过来 闪现跟闪 知道你没有大招 成功解锁 在这个军龙撞击 有没有 由螳螂砍获大堂人头 安然久 这种护盾给的非常厚啊 但是小张从后面 绕出来一个大鳄鱼 二指的咬住将其咬死 海克最后通牒 强换对方 但小张三技能 还是找到对方卡莎 将其砍获 人头给到螳螂 这波真的是 没有撤退可言 所有人都是第一时间 萌萌冲上去 但是大堂在闪现杀人 过去杀人的时候 感觉还是有点着急 因为队友都在后面 想打自走炮台 然后恐怖偏要来了 从后面 钻出了一个鬼 没有给到 闪现一只能钩回来了 漂亮 帮助兵女拿下卡莎人头 巨龙撞击 将其戳死 但是螳螂来了 触发了先攻 三技能跳上来 再进一A 咱们太坦拿下 大堂一个332连 赶紧跑掉 SMY在那次的下一钩 怎么说 带有预判性的 但可惜 大堂这个移速很快啊 战队二言 就要看下一波的 他们的中辅之间的联动如何 完全可以利用兵女大招的先手 再退上机晨 空摘了 抱抱果实点的空中 把对方给勾了下来 但是伤害有点不太够啊 兵女 一个三技能 要不要入场的 并没有选择上去 应该是被打断了一下下 双方的上单可太着急了 我们不在啊 别打 等一等 中路率先打起来咯 海格斯做同铁 想要框对方的鳄鱼 但反倒是自己的闪现 被打了出来 主要是一打一一 鳄鱼确实有些没道理啊 应该是想等队友 但是队友十万八千里呢 是 而且KPG其实 一勾 想要先手勾一下 对方的SMY哦 勾到了 SMY生气了 你勾我是吧 我也勾你 但是毕竟勾的是个泰坦 太肉了 那要不要先开SMY呢 果然一勾 依旧是勾出SMY的闪现 呦 那在龙团之前先被打闪 但好在是个机器人啊 他是把对方勾过来 而不是把自己给勾进去 被动捕工 先定下中的鳄鱼 暂时一勾 这一波要发力了 先打中的小张 冲击波节 冲掉对方的三个人 效果非常好 在非常卡伤的伤害 将其收掉 而且鳄鱼啊 也被青钢鱼所收 三方而闪现 跟过来的艾卡下暴雨 配合上青钢鱼 又将对方的Berry拿下 打了一波小团灭啊 左边仅有一个 万死幸存了下来 而且 到底能不能幸存下来呢 勾索踹云 在这个精准一二段 战术横扫 打出最后的伤害 并且触发减速 太太给一三二连高中 把人头喂到KG的手里面 这一次 是真真正正的团灭了 还外加一条小龙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 一波团战 主要是KPG刚刚 安然久的那个 一拉 配合的特别好 包括Sanflower的 一个进场 就整个就是 一波团战 打回来了 而且你看 这把右边 玄学阵容啊 本身就非常的 简单粗暴 而且几乎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带出军场 闪现 应该是个大闪 击飞对付他两个人 螳螂瞬间隐命 小张 一个神法三只能 赶紧钻出来 KG想要尝试绕后 但是有些深入 队友也不好跟 赶紧过来 转战这条大龙 因为杀掉的是一个打野 对 但是对于RV来说 他们不可能坐以待毙的 四打五 人数其实 并不是 非常的少 掀开对方的机器人 机器人一个轻声 吞一下时间 C20没有连到 但是没有关系 发条补足了伤害 卡莎和列手本能 截飞到Berry的身边 知道里没有任何的自保技能 虚弱淘战在这方普攻 将Berry拿下 两个闪现 双双交出来大唐 3加2连 G飞了 配合上 青刚你的战术横扫 将其砍货 短短的 两分钟之内 左边再一次面临了一波 未团灭吧 对 小团灭的感觉 依旧是四个人的阵亡 是因为万死是刚刚复活的 刚才在团战当中 其实螳螂也阵亡了 那这样的话可以无伤地拿下 这条大龙 这霸王龙控制得不错 这个小碎不卖的 哎呀 还在扭头 直接顶上去了 一个霸王龙机甲顶在队友的前面 掩雾队友推塔 他想过去把人甩走 最后对方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想操作一下 虽然说我驾驶这个暴龙机甲 但我还是要打 我不想仅仅只是止步于推塔 这瞬间进一差 拉开这么大 对 就其实就是那两波团战的事 前面整体 RV的一个运营 来了 这猛龙摆尾 摆回来了 甩回了东方的鳄鱼 海克斯座通电一坐 鳄鱼直接倒地 来 确实玩得不错啊 这个机甲控制的 平时没少考科姆三 没少开车 又冲上去了 再扛他 SMY 斜量剑材冲击波拉空了 拉到个金身上了 闪现交出来 保住这次性命 两边全部上头 天风地裂 直接把他给盖死 B座场的暴风雨人 暂时和闪现进泉水 虚弱再给上这场卡沙 好在这个虚弱挂得非常极致 但是满发的艾卡下 暴雨全弹命中 让我们恭喜KBG 2比0 拿下比赛的胜利 恭喜KBG 也是在今天拿到了 他们这个冬季赛的一个首胜 首胜 恭喜他们取得了 本赛季的开门红啊 主要是这场比赛 虽然说在前期两边 是打得有来有回 但是自从在下半区 好像是那波 争夺小龙的龙团打完之后 右边打的